我們來看看其他的說法 前面的思考模式講到心中有真望 所以觸動的不同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說法 慧同諸說 首先用最有名的天台的思想 天台的思想是最容易理解的 比華音金簡單多了 從天台的思想來解釋這個諸法實相 什麼叫一切唯心照 我們把它練一遍 世間學問 意理淺 頭緒多 故似亦返難 初似學問 意理深 限所依 故雖難人意 限所非他 限前一念心性而已 古云 立一心為中 照萬法如盡 能觀心性 則具一切佛法 且如此心不在內外諸處 亦非過去現在未來 亦非自生他生共生 無因原生 無因原生 其非即空 而實法界 而實界 實如三千 信像 秉然其限 無欠無語 其非即假 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與其中間 與其中間無事 非是 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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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弥此 一念 極空 則為六凡 迷疾甲則為二聖 迷疾中則為別教 唯物現前一念當下既空甲中 則實戒無非既空甲中 不於九法戒外別屈佛戒 亦不於佛戒外別有九戒 四位三千果成 賢稱常樂儀 向此見取 方之千金萬論 賢非心外施捨免之 好 那麼這個主法實相呢 偶爾大師呢 十杯用天台的思想把它講得更詳細 我們看第一段 那麼第一段的總杯有三小段 偶爾大師把世間的學問 跟佛法的學問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說世間的學問 比方醫學 科學 文學等等 那麼它的毅理是非常淺薄 但是呢 頭緒廣大 所以看起來容易 實際上很難 因為世間的學問都是在打妄想 世間的學問 以佛法的角度 就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因為他安利很多名言嘛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人讀書越讀越傻 因為他名言 安利很多名言 他就產生障礙了 真的很多大師會的 大師會 特別大師會的 他沒有什麼讀書了 他晃的心是更靈巧 當然 讀書可以創造中等人 但是上等人很難 因為你的名言太多了 你心中的那個概念把你陷住了 所以世間的學問 安利在名言分別 簡單的就是妄想分別 但是佛法剛好相往 佛法是破名言 破妄想 所以他一理深 但是他的線索只有一個 就是把我們的心帶回家 就是你不要老是向外攀岩 不要老是安利很多名言 去觸動六道輪迴自己的法 世間的學問 天台中叫做無差成差 本來沒有差別 去創造差別 自己把它創造差別 所以生命弄得很複雜 佛法是差其無差 它是把你從複雜中把你抓回來 把心帶回家 如果你的心越來越單純 你這個方法 你修行就對了 這個很容易判斷 你如果學佛學了幾十年 你的心還很複雜 就糟了 你方法錯誤 因為你方法復雜 表示你妄想打得重嘛 表示你的生死業力強嘛 表示同樣念佛 你就比一般人不容易往生嘛 因為你自己去跟你自己心中的六道輪迴感應到教了唄 一個人要往生 諸位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你的生死業力降到最低 如果你這個人對人生看得越來越淡 所以歐為大師講 佛法從淡中求 世間從容 世間是不斷地刺激你的感受 刺激你的妄想 因為物質的世界就是刺激你的受嘛 五花八門嘛 所以你這個妄想打得重 你就觸動生死業力嘛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你要往生 你除了要跟阿彌陀佛感應的這塊道路要走上去 意佛念佛以外 你說佛世界的妄想要少打一點 因為你打一個妄想都是一個業力 所以這個一切妄想唯一妄念都有差別 就是這個妄念它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世間學問是刺激你的妄想 出世的學問是調伏妄想 這兩個方法不一樣 佛法的線索是什麼呢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 就是現前一念心性 眾生本據諸佛所證 清靜本蘭周遍法界 法爾記竹染進諸佛的一念心性 這念心性你要操作得當 它就是萬德莊嚴 你要操作詩當 它就是六道輪迴 所以整個法界就在一念心性當中 所以古人啊 這個古人是誰呢 就是忠君禄 那麼有名大師就以一心為他的忠子 一心而延伸萬法 心是本體 法是作用 就是一念心它有可能創造 六道輪迴的雜欄法 它也可能創造萬德莊嚴的清靜法 以一心為體而顯現出萬法 就像鏡子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個總說 這也叫別式啦 那我們怎麼去了解一念心性呢 說人觀心性則記足一切佛法 只要你一個人 你想通達一切佛法 你要內觀 你讀了教理以後啊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理論啊 就回歸到你一念心性 那麼回歸到什麼呢 看看下面 回歸到三個方向 極空 極甲 極中 三個方向 先看極空 我們一念心性呢 它呢 不在內外中間諸處 這個指的是空間 為什麼它不在內呢 因為極甲經常說 你見不到你的五臟六腑嘛 所以它不在內啊 為什麼不在外呢 因為那心在外面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它也不是在你身體之外 它也不是在中間 因為中間的定位模糊 所以呢 在空間上啊 是沒有處所 在時間上 它也不是過去 也不是現在 也不是未來 因為過去心已經消失了 你說昨天你的心跑哪裡去了 你昨天那一念心跑哪裡去了 沒了 因為緣起緣滅嘛 生命是流水的嘛 它流過就沒有了 那麼未來未生 說明天你的心跑哪裡去了 明天還沒有開始 當然不可能 明天充滿了變數嘛 那麼為什麼現在心也不可得呢 因為你說現在的時候 它諸行無常 它剎樓剎樓生滅 你講現在的時候已經變得過去了 所以過去已滅 未來未生 現在剎樓剎樓生滅 所以它沒有時間下 也沒有空間下 那麼從理論上對 它也不是自生 它自己不可能生起 它也不可能完全靠它外在的陰言生起 也不可能自跟它合合生起 那麼也不能說無陰言生起 它要有陰言的刺激才能夠生起 所以既然是陰言生 它當體即控 這個很重要 密心了不可得 我們的心是沒有形狀 所以它才可能變現無料的形狀 我們的心沒有善惡 所以它才可以去教育它 才可以把它形成善惡 我們的心 這個極空簡單的說 就離一切相 它沒有相狀 它要有相狀 那就固定了唄 那人生就不能改變了 我沒有相狀 但是我感覺到我心 好像我有一個思想 我有我的個性 那不是你的心 那是你的妄想 那是心的作用 不是心的本體 我們在自己的親近本來的親裡面 我們自己捏造一個影像出來 這是你的妄想 所以我們的心的本體是親近的 第二個呢 它又研究死法界的染據諸法 實法界實如是 三千性相 簡單的說就是 以皺萬法 身柔萬象 都能夠由於你心中的不同作用 而清楚分明的顯現出來 無謙無疑 無非即假 就前面講空 如來這樣這個講不空 我們一念心是 我們一念心是 離一切相 它又記足一切法 只要你動一個念頭 你就會去欣喜你的內心 就觸動你的心 顯現死法界染進諸法 所以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以及中間 無事無非是 其非其中 所以 心顯現萬法 萬法是心所顯現 這兩個呢 是分不開的 就好像 鏡子顯現影像 影像 當然也離不開鏡子 所以我們一念心 它的相貌 簡單的說 極空極假極重 這個是叫做 現前一念心性 它雖然 清淨本然 又具足萬法 叫極假 它雖然極假 又極空 又清淨本然 那麼我們再看看往下一段 那麼為什麼 實法界是什麼 分立的呢 大家的心 都是清淨本然 都是具足萬法 那麼為什麼 開顯出實法界呢 因為迷霧的不同 迷的最深的 就是凡夫 它迷的極空 凡夫站在有的角度 來面對人生 所以處處的執著 所以它啟動了六凡法界 我們自己打開心中的 六道輪迴的門 因為我們執著有相 迷的極空 二稱已經安立的空 但是二稱呢 它這個空啊 不具足妙有 它缺乏慈悲心啊 所以呢 它迷的極假 它忽略的信心中啊 有無量的可能性的這個法 它偏空了 所以它執著空啊 就變成二稱了 那麼菩薩呢 它執著中道 所以它不能空有無愛啊 變別教了菩薩 所以只有能夠完全了解 現前一念信心 當下極空極假極忠 真空不愛妙有 妙有不愛真空啊 才是真實的 言教的言頓思想 所以我們一開始啊 先在宇宙人生啊 它的意思啊 先了解人生 你才能夠了解宇宙萬法 你一念信心突破了 那麼這個死法界 道理就是列退 就是你心中所限的 所以它也是極空極假極忠 既然你能顯現的心 是極空極假極忠 你所顯現的一切萬法 當然也是極空極假極忠了 所以不在九法界外 別其佛法界 也不在佛果外 另有九法界 四位三千果成賢神常累 這句話太重要 這句話太重要 不在九法界外 別其佛法界 成佛之道 就在你一念的妄想當中 離開你的妄想沒有成佛之道 你想辦法讓你的妄想醒過來 你這個妄想就是真實的心 真妄不惡的概念 諸佛解脫從眾生心形中求 所以惡聖人跟外道 做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他把妄想給斷掉了 不對 錯存菩提 一隻馬 當它失控的時候 它變成一隻野馬 但是你把馬給殺了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你如果調伏它 它變成一隻能夠幫你工作的兩馬 我問你 這個兩馬 這個優秀的這個兩馬是哪裡來的 就是那個狂馬把它調過來 所以諸佛要知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在凡夫法界另外有佛法界 這是很重要的大乘的不惡思想 就是說 真妄不惡 就是說 我們不能講斷煩惱 這個概念是錯的 我們叫轉煩惱 所以煩惱是要疏導 你不能壓抑它 因為這個煩惱 那是因為迷的嘛 一念迷變成煩惱嘛 其實它的心也有菩提性嘛 它也記住死法界啊 那一念的妄想當中 也有佛法界啊 所以 我們不講斷煩惱 我們講轉煩惱成菩提 叫轉 這個轉很重要 古人常講一個譬如說 這個水啊 水要失控的時候啊 叫黃河氾濫啊 那是 那是一個災難啊 但是水被調伏的時候啊 是灌溉我們的田地啊 水沒有好壞 是調伏跟不調伏而已 所以你從現在開始 不要責怪你的妄想 你要好好的跟它溝通 用佛法的道理來引導它 讓它接受業果的思想 讓它接受無常無我的思想 讓它接受菩提心的思想 以後往生就是你這念妄想 沒有其他的 你靠的還是這念妄想 所以我要是說啊 只是現前一剎羅法 其實當下的一念心而已嘛 望前明果 望後明因 對望過去它叫做結果 對望未來它是一個因地 就是現前一念心性而已啊 離開現前一念心性 唯有少法可得 所以人生就是改變你的心態 所以這個轉變很重要 叫做 九法界以外的心 九法界以外的心 就是成佛的心 這個是大乘的不二思想 我們看最後的總結 向此見其 方之千金萬路 习非也賢非也心外失色 所以 一切的法門 其實佛陀的目的就是要我們 把心帶回家 回歸到我們的清淨本性 從本性裡面重新出發 去創造佛的功德 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這個概念建立起來以後啊 我們 就知道為什麼要按住空性啊 佛法是先按住再調伏 因為你按住錯誤 因為你按住錯誤 你的心就向外攀岩了 修行啊 先找到生命的立足點 因為 安住在清淨的本體 才能夠一體啟用 所以安住空性不隨妄轉 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能夠跟妄想啊 面對面的起衝突啊 這個是佛陀大師會 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妄想是生死的根本 但是你怎麼面對它呢 你不能跟它硬幹啊 你不是它的對手 佛陀告訴你自己啊 何其自信本自清淨 這句話太重要了 你要從根啊 把這個妄想拔掉 你本來就沒有妄想 佛陀這招太高了 安住空性就是 站在沒有妄想的角度 來面對你的妄想 諸位你還記得嗎 你從什麼地方來 你還記得嗎 我們離家太久了 在外面流浪太久了 我們來自於同樣一個家 就是清淨本來的心 只是我們 在輪迴當中 打得太多妄想 打到我們每一個人 都互相不認識了 現在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所以你 都要知道 修行真的有快慢 如果你掌握一個錯誤的方法 你就很辛苦了 我講實在話 人生短暫 沒有讓你太多的時間去那邊嘗試 try and error 沒有時間 最聰明的人就是 趕快掌握 祖師大德佛菩薩的傳承 掌握一個親近的道法 趕快上去 因為大家把腦都差不多 打得那麼多妄想 大家都差不多有多少 那麼成功失敗就是 誰能夠掌握那個道 菩提道 這是關鍵的 他之所以能夠成功 不是他的妄想比我們少 不是 是他掌握一個正確的思考目視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來學習經典 佛陀出世 他一定有事情要告訴我們 佛陀不會出世的 佛陀出世不是只是顯神通而已 他一定有什麼事情想告訴我們 他才會出世的 所以佛陀滅渡的時候 把道法放在經典裡面 達望本空 知真本有 就是這句話的最後的總結 就是 站在本來沒有妄想的角度 來對之妄想 站在本來沒有業障的角度 來懺悔業障 站在本來沒有生死的角度 來聊生死 這個就是安住現前一念心性 楞人機給他一個非常漂亮的名詞 叫做正念真辱 其實就是安住空性 這個概念在你靈命中太重要了 靈命中的時候 我們過去生 我們今生所導的妄想 都可能會陷起 會去刺激我們的佛號 這個時候 誰能夠保護佛號呢 只有這句話 安住空性 你本來就沒有妄想 你這樣一想 妄想就沒有力量 因為他的根被你斬斷了 因為他的根被你斬斷了 所以我們遇到煩惱的時候 不是馬上對峙他 你不是他的對手 你遇到煩惱你試試看 先練三句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我本來沒有煩惱 你練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練三遍 你試試看 那個煩惱的力量完全讓你崩潰了 你再提起佛號 試試看 所以我們要先放下妄想 你才能夠面對妄想 再去對峙妄想 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很重要的大乘的概念 整個楞嚴經的思想都在講 達望 本空 知真本有 你本來就清靜 這不是外來的 是你本來就清靜的 知真本有 那麼妄想本來就沒有的 這是我們本來的面目嘛